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就是你长这么嫩 你是不是学徒啊之类的 我在外面打工 我的业绩是店最高的 但我喜欢跳槽 跳槽有一家店 他喊我去上班 工资开得很高的 然后我当时站在另外一家店上班 他说你过来 你那个工资不要了 有多少钱我补给你 就是相当于花一个月的工资来补我 万人 对 然后我去了以后 开了 干了两三个月 对 老板说我们不干了 我们撤了 该去哪去哪了 那怎么 他不管你了 工资都没发 工资没发怎么搞呢 拿他的东西 产品这些东西来补工资 那有个锤子用啊 他那产品是给你算的 算了数价给你 外面就是套路 然后从那个店离开以后我就开始开店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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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上了 是被开水 就是打架了 就是打架了 学习生意好 你在打架 嗯 年轻不同事 就是全人打架了 对 不是一个人跟一个人吧 不是 五六十个人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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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他毛巾拿来 那为了什么打呢 就是口角嘛 我看你不爽 你看我不爽 年轻气盛 对 就打一个学校的打 两个学校的打 嗯 没用什么 也没怎么打 打得也不狠 对对对 没有后果呗 嗯 就是 因为我们是枪打出头鸟 我们是开学以来第一个打架的 嗯 就以警示作用把我开掉了 你一个人开掉了 就开我一个 然后你父母怎么样 就不上学就不上学了 不上学就学个手机嘛 你父母不骂你啊 骂呀 骂肯定骂的 骂肯定骂的 你以前脾气不好 对 以前脾气不好 你上初中的时候就会吗 上高中以后 就上高中以后 嗯 就你今天惹我身世了 我什么都不说 我下来就打你 以前就这样 那你心里还比较高 嗯 现在好多 以前就不考虑后果 嗯 不后悔 哪个抽签呢 嗯 我 我现在比很多读书的混得好 我为什么要后悔 走吧 嗯 不过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你会不会后悔 我真的一点都不后悔 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跟我同理呢 现在还有很多在读大语 他们还在靠父母一样 就是你已经能自立更生了 对 对 是不是 我们买个东西不需要考虑什么东西 他我们买个东西 就可能还要考虑下父母 叫醒 在你的认知里面 00后现在什么状况 就还是跟小孩一样 就是我 跟我在一起玩的人 都比我大 我不会跟我同理人 会比我小的玩 是吗 是吗 你也没把你当是00后了 所以你那时候人家 你也挺害怕 听别人讲你是00后 对 是不是 讲00后客人不信 怎么办 就是我 就是我 因为我这头发瘸下来 现在就感觉很智能 对吧 对 像小孩一样 稍微就是 稍微全熟一点 就是把它弄一个蓬松纹理出来 让你达理更好达理一点 不要太绝了 自然一点 就像在别人一样 见证 不够 你也不见到 对 你也不拍 有老百姓 乖 再来 你 带